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家最重视成 认为成不仅仅是天道还是人道 中庸中说 成者天之道也 成之者人之道也 天道至成 生生不息 人道秉承天道 以上达天德为目的 大学将成义作为修身的重要环节 认为要提升自身道德 就要使意念诚实无望 既不自欺 也不欺人 当我们独处 独知时 也要像被很多眼睛盯着 被很多手指指着一样 不能有丝毫恶念 这就是圣读 中庸提出成身的修身方法 顺乎亲有道 反诸身不成 不顺乎亲已 成身有道 不明乎善 不成乎身已 成身就是以至成立身行事 时时处处适事皆做到诚实无望 孟子称成身的修养方法为反身而成 孟子李楼上中说 爱人不亲 反其人 智人不智 反其智 理人不达 反其境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诸己 爱别人 别人却不亲近自己 就要反省自己在人爱方面做得好不好 管理别人 却没有管理好 就要反省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够不够 以理代人 别人却不理睬 就要反省自己的态度适不适恭敬 任何行为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都要回到自身去找找原因 孟子提出以成养心的修养方法 孟子不苟中说 君子养心莫善于成 至成则无他事已 君子修养身心的方法 没有比诚实无望更好的了 只要将诚实无望做到极致 就不需要做其他事情了 孟子认为 天地虽然伟大 若做不到成 就不能化于万物 圣人虽然明智 若做不到成 就不能教化百姓 父子虽然关系亲近 若做不到成 就会渐渐疏远 君主虽然地位尊贵 若做不到成 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了 在孟子看来 成既是君子终身奉行的原则 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其实中国人所讲的修身 这项的不仅是自身 更包括天下和万物 天下大同 万物一体 才是中国人 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好了 说到金融真有味 点赞关注苏小妹 改天再说 得到金融真有味 的 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